小五 你 你有了 在斗罗大陆神界中 想要孕育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 而唐三和小五也是在多年后才孕育一女唐武童 经历今万年后 西夏才有益子 非生神界的唐三并不像其他人 只要在自己的神职之地过好小日子 不违反神界规则 神界委员会是无权干涉的 比如奥斯卡和宁荣荣 天天给荣荣吃各种香肠 不是香肠就是蛋炒饭 甚至条条酒 戴木白和朱竹青 戴宇浩与唐武童 戴浩和霍云安 这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戴宇浩天天负责做饭 唐武童负责收拾屋子 过得甚是幸福 而胖子终究是一个人 来到神界之后 他一直都在自己的神奇之地 从来没有离开过 因为他恨自己之前的不努力 如果自己足够强大 就可以继承火神之位 成为一级神奇 就可以带着自己的老婆 白沉香飞生神界 就可以和他相守到老 没有香香的日子 他宁愿不成神 宁可与他一起老去 一起归于黄土 觉得胖子可怜地请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而海神一族 也只有唐三每天上下班打卡 周一更是早早主持 神界委员会会议 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更要面对像毁灭之神 这样的尔虞我诈 作为神界执法者 他不能直接审判任何一个神 也不能直接做出自己的决策 他要对整个公司负责 整个神界负责 刚刚回绝毁灭 生命女神便告诉唐三 家里要添加新成员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在神界想要个孩子 是非常困难的 听到这个消息 唐三果断放弃值班 让善良之神和邪恶之神 留守神界中枢 自己则翘班跑回家 抱老婆热炕头 双手抱着小五 连忙确认 是否真的有了孩子 小五姐调皮地回应道 就知道孩子 也无关系关系我 并取名为唐武林 唐三和小五的小麒麟 有了孩子 唐三上班更积极了 同时也有点担心 神界灾难预感越来越强 毁灭之神的怨念 游也越来越深 小五有了孩子 他担心小五和武林 受到伤害 担心也无事于彼 只能过好当下 每天下班之后 就是照顾小五 唐三正在憨憨淋漓地 为小五炖鸽子汤 可是傲娇的小五姐 怎么可能乖乖地听话 撒娇说道 快给我木瓜冰淇淋 每一天 唐三都会给小五炖 各种各样的养态大骨汤 紫气腾腾地锅中 不停地搅拌 口中不停叮嘱小五一定要喝 不得不说唐三 还真的是一位好丈夫 史莱克奇怪在神界的日子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羡慕的小伙伴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足迹 关注林冰 下期更精彩